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一支重装合成部队中的坦克分队的驻地 这里的战士们操作的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陆战之王主战坦克了 当然不是这个 正在开出车库的是国产99A型主战坦克 它可是一件明星装备 每次重大阅兵式上 它都是装备方阵中打头阵的排头兵 强大的机动能力 凶猛的火力 还有出色的防护性能 它是我们国家国防工业几代人努力铸造的一把陆战重剑 现在我们就要让这把剑舞动起来 我们正在从营区前往训练场的路上 虽然现在的地形 坦克走起来毫不费力 不过我看到我们的排水车 已经不敢跟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了 可能对他来说 这条路有点费劲了吧 而到了训练场 这里的障碍 估计可以秒杀绝大多数的四驱越野车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到了 我们训练场的范围内 这里面看上去 它可以完成各类的驾驶 各种训练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这个车长通话的时候 其实也不用说话特别大声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这个工作帽 工作帽里面听这个车内的通话 非常清晰 这是保持自然风险 这是这个工作帽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工作帽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车员头部 因为在有些路段呢 这个车里面颠簸还是非常厉害的 那么如果不戴这个工作帽的话 容易磕到头 所以这是第二回左右 这个他们训练马上就开始了 我赶紧下车给他们同一下地方 走上训练场的99A坦克 像是一只从沉睡中醒来的猛虎 快速的奔跑 灵活的转向 让人很难想象 这是一台50吨级的铁甲战车 所到之处 履带卷起细腻的尘土 遮天蔽日 这是我们的102车组 出发了来开始 这一段的这个路况的系列 我还不应该选择这个位置来派他 几圈的热身运动结束 现在车组要进行障碍训练了 上坡了 下来 我坡上的时候看到这个 整个身体就倾斜了过来 还有点危险 接下来我车组墙 这刚才这个堂哥落到底部的时候 都感觉整个地面都坐了一下 其实这些大家伙真不是开玩笑的 一个巨大的堡垒裹斜着这个风沙 让我们冲过来 来了 让他这个炮口高高的扬起 让他做多大 整个车加速之后呢 还要过前面这个两个连续的坑了 下去的时候 前面马上是个上坡 所以呢 他前面那个炮口 离这个坡面非常的近 如果操纵过门的话 很可能对坦克的这个炮口来 产生这个创击 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路段 要把主战坦克在训练场上 开得虎虎生威 离不开场下的刻骨训练 而驾驶专业的年轻战士们 现在有了更加有科技感的训练手段 这台绿色的训练设备 有点像一些高端的3D飞行模拟游戏 没错 这就是我们99A坦克的 模拟驾驶训练系统 坐上它就可以提前体验开坦克了 就从这儿是吧 对 这有点高 进来了 好 滑动着了 这个就好了是吧 启动了是吧 对 好 启动完毕 然后就可以挂挡 一般你们用哪个挡 一般我们都用手动挡 用手动挡是吧 这个模拟的其实也是这个 驾驶员在车 这个驾驶舱里面看到的情况 他只能通过前面这个 小小这个车窗来看 道路的状况 我就沿着它这个路开就行了是吧 对 这个 因为底下有三根这个 液压的腿啊 来模拟这个坦克在 密经当中的这种起伏 转动这种状态 所以 这位是好逼真啊 感觉 哇 这有坑 有坑 前面上坡的话我要降档位嘛 上坡对 要降一点啊 这个坡 这个坡有点抖 我们就看不到地面了 这个坡抖起来 丰富的场景设置 让我可以像游戏闯一样 一点一点掌握应对不同道路的驾驶方法 真实的运动模拟 也让我能够提前了解到坦克通过障碍时的车身状态 我想 这套训练模拟做下来 即使是一个新手 进入到真正的99A坦克里 那也能感到心中有底 有了模拟训练的基础 车组觉得我可以上试车试一试 这车好开吗 在里边 这个 而当我真正进入99A坦克的驾驶舱驶时 感受到的依然是空间的局促和紧张 行 这里边 这跟我在模拟机上看到差不多 这是刹车和油门是吧 对 档位在 档位在你的右手边 对 这 这我 因为之前去过这个模拟舱试过 这感觉这个实车要比这个模拟驾驶器里边 要挤得多 我觉得 对对对 因为这个模拟器它的设计空间要相对于 咱们实车要稍微大一点 现在这就是启动完了状态 对 咱们驾驶的时候需要把工作帽带上 把工作帽带上 对 这个进行一个车内的沟通 这一会您在这不安全吧 你得到那个 一会我需要在上面 上面在车掌的位置 然后指挥您 老师老师能听到吗 能听到 听到我说话 好吧 可以没有问题 好 那咱们发动往里 可以进行这个实车的一个简单的训练 好 现在 坦克在我的驾驶下顺利启动 我想起之前驾驶过国产的轻量化主战坦克 VT5 那是一辆体重在30吨级的战车 而现在 我操作的是重量远大于它的99A主战坦克 但感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轻松的就像开一辆家庭轿车一样 现在我觉得可以去挑战一下障碍路段了 现在开的还是比较那个平稳的 当然 开着坦克轻松越过障碍 我感受到它强大的动力和不同帆響的通过性 更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荣耀 因为 所以这辆坦克就是光荣的功臣号 最早的功臣号坦克 是人民军队在抗战胜利后缴获的一辆轻型坦克 加入人民军队序列之后 他曾跟随战士们参加过多次重要的战斗 而在辽省战役中解放锦州的战斗里 功臣号还完成了一次致命的绝杀 攻进我们这个锦州老城中心的时候 发现了一张一个三层楼的一个小楼 然后他当时感觉这个小楼 为什么敌人这个火力全部环绕着这个小楼的这个情况呢 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指挥所 所以呢他当时就命令炮战 朝那个楼开一炮 当时打了一炮之后呢 发现敌人顿时乱作一团 后来才发现当时打掉的确实是敌人的这个尸指挥所 在后来的我们这个表彰奖励中 也是把这个计为功臣号坦克 七十多年来 传承着这个光荣车号的战车经历了几代的变迁 如今功臣号战车升级成了国产最先进的99A主战坦克 继续在地面作战中冲锋在前大头阵 而有一件事情没有变 那就是功臣号的车组要由最优秀的战士来组成 追 功臣号车组的成员 我们是每年是通过比武选拔 选拔出最优秀的 然后组成我们这个车组的成员 确保我们这个车组一直保持一个较高的战队力 首先是责任 因为这辆坦克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到我们现在的话 一代一代传下来 每年都有这个不一样的成绩 我们这辆坦克是不一样的 你要想着你开这个车 驾驶这个车 你怎样才能把这个功臣号给发挥出来 就最简单 我这个车同样在我们行军过程中 我必须时刻地观察它这个课游表指示 为什么 因为我怕我的车在功臣号 它穿前它停了 怕窝了 对对对 丢这个称号这个容易了 要确保功臣号坦克实施处在最佳状态 精心地维护保养 那是必须的 现在战士们马上要对坦克主炮进行清洁 这就好比在魔力这把重剑的剑锋 在咱们炮弹打完之后 它这个炮管里面 现在炮管里面有那个铜啊 锈啊 包括那个火药杂子比较多 我们一般情况下 使用我们这个铜胶杆 利用这个刷头 加上我们的柴油 炮油 结合除铜剂 进行这个擦拭保养我们的火炮 对 它就跟那个毛刷似 对 一般做这个工作的话 需要多少钱一块干 我们一般情况下 就是十几个人左右 那我站他那位是吧 我要站进这吧 行吗 来 开始 现在只要送你去就行是吧 对 好 玩力一招 就这么反复地来回刷是吧 擦到什么样算 这个合格的这个标准 就跟这个特别光滑 一个新炮一样 就每次都要擦到 像新炮一样 对 我们这检查 它是比较严格的 清洁完的炮管 充分让我理解了 这滑糖炮的含义 真的 太光滑了 还闪着明亮的金属光泽 如果这个工作 看上去还不算太累的话 那接下来这项工作 就是对坦克车组成员 体能和技术的双重考验了 履带是坦克行动机构里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有了它 才有了坦克踏平坎坷的通过性 如果咱们在这个战争中 如果遇到这个履带被打断的话 咱们车前有两块 这个备用的履带装甲板 然后如果调整履带的时候 首先需要把这个右导轮 调至最低位置 然后就是这个位置 首先使用的时候 先使用小头进行刚才跟您说的 上面那个 对 锁紧螺母 需要把它一个松开 一二 这么紧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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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松开了是吗 对 现在就松开了 好 可以了 松到这个位置已经可以了 现在后半部分履带已经彻底松下去了 你现在可以看到后边很明显的已经 塌了一块是吧 这个相当于是 松履带的这个部分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到这头 手下斜了 就这样一个个松开固定履带的螺栓 我感觉每一个都需要用力到眼冒精心 才能拧动 一二 一 有时候甚至还拧不动 我们正常要是换一片离带片的话 大概多少时间 大概三个人的话是三十分钟左右吧 三十分钟左右是吧 它这里面就是装的时间会多一点吗 还是 这个是拆的时间多一点 拆的时间多一点 这个扶着脚下的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是不是 好像一架子 给他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刚才被半年轻拆下的一片这个 铝带板 因为在土地训练场里跑过 铝带上就会嵌进去大量的泥土 要在维护工作中去掉这些泥土 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摔 一般摔是摔不坏的 您可以到这边空旷的场景上 可以试一下 我先轻点吧 对 它这个土一阵就掉了 这个是不是差不多了 基本上已经清清干净了 这个需要咱们使用这个小起子 再给它冲一份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砸了 因为我的加入 原本30分钟干完的履带板更换 到太阳快下山了才完成 我想这就是木桶装多少水 完全由最短的那块木板 决定的道理吧 真正的工程号车组 要想发挥出最强的作战能力 首先三名车组成员里 不能有短板 而且还要默契配合 密切协同 维护工作是这样 作战打仗更是如此 在训练场上 工程号车组要驾驶坦克 进行一次行进间射击的模拟训练 我们的车组发动了 这个交代射击会模拟一个 我们的坦克进行实弹射击这样一个全流程 我们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 这个炮塔上方 有两只眼睛现在处于睁开的状态 一个是我们车长的周视镜 然后是我们的炮长的瞄准镜 一个是用来找目标的 一个主要用来瞄准目标 现在这两阶已经都已经睁开了 就马上就要准备瞄准前方的拔区 战狼我是战狼 我已战斗主持法律 战狼我是战狼 前击直行 炸盖开 刚刚我们的车辆 经过前方这个红色的旗帜的时候 它就可以正式开始律顺激了 再加速 市场车达遠 远远远远备 是怎么校红色 港车达遠 公路地点 大车达遠 雀晃ala 雀晃eli 船推 是 向日本 坊 Joint 低 温克 수를 年 没有 战场上的一击击中 背后需要车组成员刻苦地训练和学习 而像99A这样的高科技信息化的新装备 让车组成员对专业知识的要求 不仅仅是学 更是钻 翻完书之后你一遍是看不懂的 你必须得去车上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摸 其中有一些线头你在外表根本看不到的 你必须要把它整个拆下来 这一块是最难的 因为下面的空间又狭小 当时学习的时候也是在夏天 你钻到下面一个螺丝一个螺丝去把它拧下来 然后去把它研究完 然后去检修这个装备的时候 那会是最难的 也是最苦最累的我觉得是 那时候车里温度有多少感觉 我感觉有40度 因为在外面住训 本来那个天气就比较热 那个车也在野战车厂里边一直晒 温度很高里边 正是因为这样的钻研 吃透了新装备的技术知识 王杰作为炮手在结装后的第一次主炮打靶中 就在这不一样的工程号上打出了不一样的精度 命中中心 第一发就命中中心 当时因为你打完之后你看不到那个目标 只能是打完之后到这个指挥楼 然后人家给你报你这个第一发第二发第三发这个命中的情况 然后当听到我这个成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坦克太厉害了 很可惜我们这次拍摄时并没有赶上他们的实弹射击训练 不过不开炮就不能杀敌立功了吗 事实上即使我们的99A主战坦克不动一枪一弹 他同样可以给敌人带来致命一击 发现有敌炮兵阵器 此时你车因弹药不足不法对敌炮兵之地是有效杀伤 一组即要试车 二组即要杀板进行推移 各个组大概 一组过来 二组过来 这里遇到的场景非常现实 当你驾驶坦克忽然发现了敌方的炮兵阵地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坦克炮的威力再大 也没有办法摧毁一整个炮兵阵地 新一代主战坦克的车组就可以发挥99A坦克信息化能力的优势 通过为炮兵陆航等打击力量指引目标实现摧毁 现在正在演练的就是这样一个名叫引导打击的训练科目 这样的训练可以通过石车展开 也可以在这样的模拟沙盘上进行 公主动压制射器 我的三点围三动五百动两次 因为在这之前呢 我们重用火力 对发扬自身火力方面用的比较多 但是蒋这个课的主要目的呢 是为了让大家树立这个协同作战理念 充分的感知我们当前这个战场态势 所以如今的工程号不再是战场上单枪匹马的移动堡垒 甚至不需要是一个直接输出火力的单位 而是融入了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作为陆战之王 在战场上大杀四方是工程 作为一个耳聪莫名的信息节点 默默完成完美助攻 同样是工程 而研究新装备 探索新战法 更是工程号和他所在的连队 在新时代建功立业的方式 最重要的是 让他们夯实了 他们这个单车的战略训练水平 教会了我的班长们 该如何组训 在这个实际运用中该怎么去用 该怎么去练 就是一切复合于效果 最终的目的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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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